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传 好奇门现场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呢 昨天震荡小跌了7.08点 刷盘指数是10835点 跌幅0.07% 成交金额1413亿元 OTC市场则是上涨了0.55点 刷盘指数是151.13点 涨幅0.37% 成交金额327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风云头顾资深分析师 何静诚 金诚大哥 金诚大哥台北股市 昨天当然最受瞩目的是 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么在这一个 当然他是在盘后举行法说会 那么在法说会之前呢 看起来台积电就似乎 有一点点利空出尽的味道 因为台积电会下修 今年的营收展望 会下修第三季的营收 然后会下修他的投资的 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 这三件事情 其实原本就已经是在 大家都知道 对 那昨天台积电还上涨了1.5% 而今天凌晨的美股的ADR 台积电还大涨了3.64% 如何解读后续影响 基本上来讲是这样子 对他来讲 有些东西已经预期了 预期的部分 台积电还是法人 就外资来讲 外资不会比我们少知道资料 因为台积电是一个很透明的公司 就包含他的获利 他的数字 大家都估得出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很多奇奇怪怪的业外 对 而且他其实跟投资人的那个关系 就他们有一个投资人关系 负责跟这些法人沟通的 对 所以来到这个部分来讲 所以他的财报都不会有什么 什么让人家惊奇的 没有惊奇也没有意外 所以他们为什么外资一直持有他很多的原因 也在这里 因为大家可以估算的出来 那到昨天为止 台积电除息完了 就差一块钱填息 如果以昨天ADR涨3.6% 今天就可能填息了 这是大家都认为最大的一个利空 是在台积电 那所以大家有一些质疑 那昨天台北股市的高 昨天台北股市已经到10835点 那我上回有讲说 这个时候大家会有点失真的原因 是有点看指数有点怕 那你都把钱领走 你除息都把钱领走 你还怕 我们如果到今年9月 你就除了430点 就是你把10835点 假设都没动 加430点 就等于是11270点 就已经创新高了 对 这个要让大家了解 那重点的在这个地方 就是选股 我上个礼拜有讲说 如果你真的实在不知道怎么选 你就往那个瓶盖去 它不会什么大涨 但是它不会让你有太大的担心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那个镜头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 大力光被骂得跟小狗一样的时候 我有统计 我说用统计 你五年来买 大力光三四月份没有赔布的 对 就准央明光被拉到了长平板 对 因为阳明光拉回很深 那我在这里的时候就讲一些产业 让一般的您的听众来做一个参考 因为您的听众不是做短线 他都必须要一个长线的架构 那因为我最近发现一个 一个还不错的产业 可以复制出来我来跟大家做报告 记不记得我在您节目最早讲的立望 对 那时候讲NFC的时候才60出头 是 立望才 对 后来涨到三四百块 涨到494块 那是不是讲过环球晶 七字头八字头 对 涨到六百八六百四十二块 对 那个是更紧 而且环球晶其实大概就两年前而已 对 就是起步的时候 那又讲了 有讲了像大疆 那大疆这个做面膜有没有 那时候很慢啊 那大疆 我回头一看 啊五百多块啦 这是两年前才一百多 那两年前的一百多嘛 现在涨到五百多 那为什么是这样 第一个它有背靠的 像LV的support 然后有它的业绩 所以大家都称大疆 我不是请大家去追大疆 就是大疆叫做生技股的台积电 对不对 那讲到我们现在刚好生技业 我刚好讲到两个东西呢 刚好一个跟苹概有关 一个跟生技有关的 一个新的领域 但是新的领域 因为国内媒体涉及的不多 那国内都一直注意的是新药 对不对 对 那新药是暗麻麻 什么叫暗麻麻 就是我举一两个例子啦 叫做中医 中医有没有拿到药证 有 有 那股价呢 没涨 没有营收 对 有药证没营收 那不是白搭 对 新药是一般人最难 最难了解它的 也就是说也许它营收 我这样讲你这样也不对 也就是说也许它营收后面会爆出来 对 但是近期没看到营收 所以大家讲 为什么会这样 就质疑了 后面再涨的 你看这新药股出来 什么易达啦 叫奈米一材 奈米一材挂牌 当天又涨了82% 很厉害 这个叫做幻想 好 那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总不能每一次都把投资放在幻想上面啊 对不对 好 那我来讲一个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安杰利纳球利 有把某一个部位给割了 对不对 嗯 为什么 那个乳癌的关系 对 因为他有检测到基因 他去做基因检测 嗯 他发现 他的基因跟他妈咪一样 很容易得到那个几率是百分之八 七八十 嗯 所以现在所有你 你去问现在所有的 做做那个专业的医师 他都会告诉你其实癌症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跟基因有关系 不是你后天的关系 不能老是怪自己 嗯 是这样嘛 对 所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最红的 其实在生技股里面 在在美国有一家公司 是做基因检测的 我把英文念出来 我把英文一个一个拼给你 一个叫Illumina I-L-L-U-M-I-N-A 这一家是做基因检测最大的一家公司 而且没有竞争 对 他几乎是独家 而且他现在 我记得他曾经扬言说 他要让基因检测 就一个人的基因检测 一百块 一百块美金 对 以前求力去检测的时候 时间大概要两个礼拜 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要五千块美金 OK 对 那就不能普及嘛 那你没有检测 我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DNA 我要不要注意 不知道嘛 所以这以后一定会往健保去 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国内有受费的股票 我大概稍微讲一下 那受费的股票刚刚挂牌 没有涨 在一连的D的位置 你稍微把它记起来一下 那你自己去去check 这一些我告诉大家的新的资料 叫金像光 金像 亮晶晶的金 像 就是相亲的像 光明的光 这跟光鞋股也有点关系 叫3530 好 那我开始要讲这个了 你看 Inumia 它在15年里面 涨了326倍 昨天创了收盘的历史新高 从0.92涨到310几块 好 那大家都知道说 它以前刚推出来的一台机器 是1000万美金 1000万美金普通 怎么能普及 1000万美金检测 会用5000块美金 谁给你检测 医保怎么付 但是他这一次 大家都知道 J.P. Morgan的健康医疗大会 是在美国是很有名的一个医疗大会 他在那里发表一个 ice cream 他说我推的机器 今年只要卖 19,900 不到2万美金 对 他以前卖1000万美金 等于是60万新台币 对 就不到2万美金 那等于是所有的医院诊所什么的 要买都很容易了 对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股价没掉下来 他就剩500分之一 他股价没掉下来 就代表他的营收还是在往上冲 他靠赚什么 我们卖印表机可以送你印表机 但是你要买我的墨水 就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我卖你这么便宜 你要买我的检测晶片 OK 那为什么他敢这样 因为今年有一家公司 就是镜像光 帮他开发出 以前的一般检测晶片 叫生物晶片 大家都会讲 但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叫做CMOS的 新型半导体的检测晶片 是镜像光帮他开发的 一月份发表 六月份量产 那他这样以后 如果寻常百姓都要用检测 那个检测晶片是抛弃式的 就是用完一次都不能重复使用 就类似那个血糖机的针头一样 对 就一次性的 所以未来的部分 他六月份量产 所以镜像光它的位阶 你可以看一下3530 那个Inumia是创了历史新高 对不对 但是镜像光是刚挂牌了 所以我才讲说这个位置不是请你追高 但是我认为他未来可能成为生技股的股王 或是IC设计股王 因为他又是IC设计 又出这个晶片 他出这个检测晶片是他开发的 所以他下半年 他自己是独家的吗 独家的 是他帮他开发 所以他要给他 这个NRE就是设计费 是他设计给他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的精准度是99.8 那它是 现在晶片很少是这样 它可以放在 因为检测是放在液体里面 放在液态的环境里面 抗高温抗腐蚀 现在很多晶片是不行的 会有酸啊 碱啊 等等 这个部分 我很快的讲一下这个 好 那我们 这个就是 所以 如果以努力 是这样一直冲上 你看他一台机器 从1000万美金 剩下2万 他股价都不跌 就代表他营收 是不断的在创高 他未来最大的受益 是在检测晶片 那检测晶片的 毛利率大概7、80% 那这个部分你要去注意 你是指说 金像光 他提供给Irumi的 这个检测晶片的毛利 是到了7、80% 对 大概7、80% 那他现在 现在当然有出 另外一个CMOS 好 我们再讲到 我们上回是不是有讲到 CIS要 那个镜头要扩厂 对 对不对 扩厂的最大受益 我是不是讲的Sony 对 所以Sony股价 创了10年的新高 所以我在十几块 他好像跟大家讲过Sony的代理商 叫3360 对 只有他独家代理 上例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名的CIS的 做感测器的 第二家叫安森米 挂在美国 安森米就是安森美 他股价创17年的新高 好 那全世界第三家是谁 对 我现在看到新闻说 他是第三大的 第三家是他 金像光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 就是夹着 Inlumina加上Sony的概念 一个就是 一个是 因为他是IC设计 一个影像感测 一个是 这个基因检测 这个我觉得影像感测 这个大家能理解 但是这个 基因定序 这个部分 基因定序 如果他是100块美金 就一定会纳入健保了 是 因为两年前 我其实就看到 Ilumi这样宣布了 我其实就在等他 他说他的目标 他说他的目标 大家想说 现在看起来还成真了 对 他把机器降到2万 当然有可能 所以这真的不是大家 就我们要去了解才行 因为像SIMOS 原来他是 既是影像感测 然后又可以做 基因定序 这还蛮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对 这个大家去研究一下 是 非常谢谢 凤云投库资深分析师 和金城健大哥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